区块链是一个信任基础设施 凡是涉及到信任的都是可以用到的 而且是有它跟没它是可以很不一样的 区块链是500年来的一次金融大改革 区块链技术对金融的变化会有一个很好的推动 它是人类第一次一群人互相不认识或者不信任 但是可以共同地相信一套账目 也共同地维护一套账目 这个技术以前从来没有 区块链的分布式的技术 我父亲一直说我是四川人 我在台湾待了13年 在美国一下念了10年的大学 念金元巧合在米丽丝大当了15年教授 亚历山大洲理大学又15年 在30年之中我大部分的研究都是在软件工程上面 后来因为有机会回国 那这也是我父亲一直想要我回来 所以2014年年底我就混合在中国 蔡维德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数字社会与区块链实验室主任 国家大数据贵州综合实验区区块链互联网实验室主任 北京天德科技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家 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荣誉终身教授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区块链100人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蔡维德老师 我们一起来聊聊区块链的话题 我记得您曾经说过就是想做一套中国式的区块链 那我刚刚其实一剑猫 我觉得最吸引我就是我们墙上的两幅画 一个是这个金丝猴 这个大熊猫 我觉得是我们中国的一个代表吧算是 为什么会在座这个区块链会想起这两个动物呢 当时我做这个数字货币一个模型的时候 我就说这个因为是中国第一个提出来的 所以我当时想说就以熊猫来命名 代表中国的一个创新吧 那金丝猴呢是另外一件事情 因为金丝猴是在今年2017年的时候 当时我发觉呢在三四月的时候 因为在国外在欧洲跟美国 它有这个区块链互联网的概念出现 当时有几个很出名的几个模型出来 然后呢我就花了点时间去研究 然后我得到一个看法就是说 他们的一些模型呢 也基本上比较像于这个以太坊的 这是所谓第二代 那没有还没到第三代 当时我就想突然有个敏感 我就想出来了 想出来后来花了一个一个月把它做出来 做出来的时候又想又想立个名字 那原来就放了一个那个熊猫 后来我想说当时我去的贵州 我想说要纪念贵州 帮了我连忙所以贵州 所以我想以一个贵州的一个代表 当时我就翻了一下 发现贵州代表是有一个是金丝猴 跟熊猫都是四川的 金丝猴模型是一个中国提出来的 区块链互联网 今天全世界没有几个 区块链互联网的模型出现 中国却有两个模型 是中国第一个创造出来的 而且那个熊猫它是同质网络 全世界第一个同质网络模型 就是熊猫模型 不是中国是全世界 不知道就是国外现在区块链 它发展的一个技术或者它的一个应用 跟我们国内来相比的话 您跟我们分析一下 那个国外区块链如果是以区块链 不是数字货币的话 区块链的话我觉得进展非常快速 记得我在206年谈说我们可以有负载均衡 我想很多人嘴巴上都不讲 可是我想他们都怀疑吧 可现在说有负载均衡区块链的可能都不少吧 现在或者说是有这种并行的并发的 可能当时都很多人一直看着我不讲话 就是现在有许多的系统都这样称了 所以还有各样的 例如说是数字架构啊 或者是什么各样的这种 这种架构啊 或者什么样 各式各样的架构都出现了 所以就是 确实在研究方面已经到达第四代 而且是非常活跃的 就是区块链和我们普通人 跟我们大众有什么关系 当互联网来临的时候 很多人说这个互联网跟我什么关系 我当时跟日本富士东公司合作 然后呢 他就跟我讲了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他说他收到他祖母给他的email 他说他太惊人了 他说我的老祖母送个email给我 这互联网改变了世界 那么区块链呢 区块链以后我会 我现在的预测 区块链是会无所不在 无所不在代表什么意思 也在手机里面 所以以后的手机也有区块链 办公室里面可能很多区块链 所以你看不出来它存在 可是它确实在你旁边 互联网是一个无序的 没有次序的混乱的一个社会 可是区块链呢 确实可以让这个无序的这种社会 变得有序的有管理的 我们最后都会需要一个 一个有序有管理的互联网 那么这就是 这是区块链 我在说刚才问说为什么要研究区块链 因为区块链是现在我所知道唯一的一个技术 它能够控制虚拟社会 而且可以把虚拟社会里面的资产 跟实际资产绑定 OK 因为现在比如说有数据库 可能那数据库是人定的 是人说的算 可区块链却是它把它链在一起 所以现在这是一个唯一的一个技术 那么越来越多的资产 越来越多的事情都会在网上 所以区块链以后会到处都是无所在 那么这个贵州里面有提出一个新的看法 这个看法它说是主权区块链 那什么叫主权区块链 就是说这个区块链是可以维护主权的 OK是可以执行法律的 OK它是可以维护国家主权 然后让人民遵守法律的 那这跟智能合约或者电厂代码有关系 那么为什么这有关系呢 因为区块链上面如果放的是中国法律 那这就是中国区块链 如果是放的日本法律就变成日本区块链 放的美国法律就变成美国区块链 所以区块链是一个有国籍的 今天你说拿一个区块链在中国使用 那上面写的上面的法律就是中国法律 你如果到日本就不行了 或者你到了美国 你就要用美国区块链 上面是美国法律 所以这个是一个 所以你想说我要干什么 可能是在中国可以美国不行 或者美国可以中国不行 比如说美国21岁才能喝酒 中国可以年轻一点 所以你如果是在美国那时候20岁 你想你想要去外送一打啤酒 那个人就说对不起你现在才20岁 啤酒不能送来 就这就是这个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 区块链它变成一种主权区 所以它这个区块链的用途各方面 比大家想象的要大 那其实刚刚我们一直在聊这个区块链这样一个话题 我觉得你聊的非常投入 然后讲到区块链我觉得也算是区块链的一个偏爱者吧 那其实从回望您从国外上去 然后再回到国内 就是这个阶段也很多 如果来评价一下 您会用哪些词语来评价 您走过这些阶段呢 基本上是2015年是独字 用一个字来讲是独 就是不是就是单独的独 因为当时我在谈区块链的时候 就说我碰到的情形 大部分就两种情形 第一种是公开的反对 就是说这是没有学问的 这没有意义的 公开的反对 第二个是说我赞成 在私下反对 不是反对 本人都是反对 对 当作一个笑话来看 当时在我身边的人或在中国 真正去做区块链的人真的很少 2015年10月 是在国外呢 他们回来宣布 说区块链是正式有用的 所以在2015年10月11月的时候 有大量的投资进来 那可是这件事情呢 是在20在中国是在2016年发生的 结果这个进来之后呢 就开始 就开始很多的 很多区块链的人很多很多想法 大家很多很多的会议啊 什么样的 那我就用这个字 乱 因为它是无序的 就是所有事情都无序的 是以这个字来 来讲 到了2017年 我用了一个第三个字 是当 就是两个月前 中国把ICO把它关了 然后呢 后来又关闭了 数字货币的交易所 那这个都是极大的动荡 但是这是在中国方面的动荡 可是在国外呢 在2017年4月1号 日本接受数字货币 这个震荡也很大 然后呢 中国宣布他们关闭这些交易所 ICO所 对国外也是一个震荡 所以2017年不只是乱 在当里面受到这个 非常大的影响 而且2017年也是世界第一年 数字货币或者区块链 对于金融市场 对于资本市场 有实质上的改变 而这个改变 今年只是元年 那最后我想让您用几句话来总结 您所理解的区块链 我所理解的区块链 这是我在很多地方演讲 就只有三个 一个是筷子链 就是说是一个链条上面 用每一个都就用哈锡 然后呢 这个哈锡直接放在下一块 然后再做 再做一次哈锡再放在下一块 第一个是筷子链 第二个是多节点 每一个节点是独立的 而且像每个信息都是一样的 要多节点 第三个叫做拜餐厅 就是说大家投票 不能有说谎的人 按照我这个定义的话呢 我的定义的区块链 那可以监管别人 所有事情都是实名的 比如说这个埃萨尼亚 它出了一个数字货币 那么它的数字货币呢 跟身份证绑在一起 所以这个是一个创新的 所以还有件事情 很多人就觉得说 这个区块链 区块链 区块链是一个底层的一个东西 它要改变或是要颠覆 都必须跟其他东西 绑在一起才行 比如说这个埃萨尼亚 它跟身份证绑在一起 那还有的呢 是跟数字货币绑在一起 对不对 或者有的是跟 其他的应用绑在一起 所以 而这些应用呢 它又必须跟一些流程 新的流程绑在一起 然后或者是用其他的技术 所以区块链 就是说 你把一块区块链放在那边 它能改变什么 什么也不能改变 它就是一个软件 它什么事情都做不了 但是呢 如果你跟房地产绑在一起 那么它就是 所以我想起了这个互联网家 然后以后会出现 区块链家 是 好 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蔡老师 接受我们的采访 谢谢 谢谢